严重的脊椎侧弯往往会造成身体歪斜 甚至压迫到内脏影响健康 这使医生会建议开刀 X光片中这位患者脊椎往右边倾斜49度 开刀后矫正到正常的时度 40度以上我们脊椎附近的肌肉 超出脊椎侧弯的顶点的地方 造成说脊椎的肌肉一用力 那个侧弯的情形就加重 到底要不要开刀 医生建议侧弯20度以下的 可以透过运动来调整 20到40度之间穿上背架来矫正 加上复健 如果超过40度以上就要开刀 20度到40度 其实这些是我们需要积极介入的 比如说穿背架治疗的时候 这个状况可以维持到整个骨架固定下来 平常透过一些复健运动 可以矫正轻微的侧弯 身体应该是会往他的右边 倒的这种病人 那我们就可以请他 稍微在趴着的时候 尽量的去往左边 左边的去滑动 让他的这个右边这个凹边 尽量去做嵌拉的运动 记住一个原则 尽量往侧弯的另外一侧伸展肢体 透过复健慢慢矫正 大爱新闻 江丽君李月为台中报道 参与一辈子